这帝魔老鬼啊 曾一手创李摩烟谷 是和院长同时代的强者 虽然实力不及院长 可那也是五星 乃至六星的斗族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我听说帝魔老鬼 常年闭关 并且一向惧怕院长 依我看哪 这院长大人 比帝魔老鬼还不靠谱 我在学院这几年 连他老人家 他的面都没见过 不够 再给我带药 我这颗也给你 小颜 苏长老 给你 这可是萧丽在拍卖场上 给你拍到的持法斗技 为了这个东西 他可是不惜得罪了一名斗宗强者 二哥 别瞎感动了 你我血浓于水 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 正好需要这持法 助你增上实力 二哥 如今是斗王巅峰了吧 接下来只要突破斗皇 那施生丹就能够彻底破解了 多亏了内院的天坟炼气塔 我这两年经常去那底层修炼 修炼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不过可惜 后来心火枯竭了 多亏了 是 吴军 这是 有 父佛 这 你 伯母 你 然后 帮主 你 想着 这 你 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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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 三弟 你这是干什么 不打紧 没事的 这是我用陨落心炎 种在你体内的星火种子 用斗气就可以激活 用斗气就可以激活 二哥 你要加快修炼速度 尽快突破斗篷 你这小子 手段真是越来越多了 那是自然 我手段还多得是 大长老 我这次重返黑角域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激活天分炼气塔 就等着你回来呢 也只有你能做到了 大长老 请放心 我去找个安静的地方 研习一下吃法斗气 啊 消炎成功炼制出破宗丹 手握筹码的他 对菩提化体贤势在必得 黑皇宗拍卖会正式开始 可平静的表面下 却风波暗影 当消炎以破宗丹 夺得头筹成功拿到菩提化体贤后 不料却遭殷山老人当众抢夺 各方势力的混战也随之引爆 菩提化体贤势 你之前有冗佳分炎 看这个行为 最重要的船 你很想要 谁 想不通 给你 我 poll得 这么大 我黑皇宗的东西 不是这么好拿的 禀报宗主 在郊外西北方向 发现了鹰山老人的踪迹 给我追 杀了他 就有个道菩提花子嫌 大家一起上 上 一群杂鱼 也想拦住老夫 这鹰山老人的实力 竟如此强悍 萧嫣 还没找到吗 找到了 只不过 他一招便抹杀了 包围他的十二位强者 以他斗宗级别的实力 想要抽身而退 想必 没几个人能拦得住 又怎会任人包围 鹰山老贼抢了东西还想跑 想得美 咱们小心一些 走 跟上去看看 小心 已经有人先到了 盖伊斯坦的鹰山老怪 我们晚了一步 他应该往这个方向跑了 谁 那边的朋友现身吧 有事 原来是颜潇先生 老夫乃摩颜谷大长老 方炎 方炎大长老 可有钥匙 颜潇先生的炼药术 恐怕已经是黑角于第一人 那菩提化体贤 本该归颜潇先生所有 却被鹰山老贼抢了去 简直是强盗刑警 可那老贼实力极强 只怕 怎么 只怕即便有这位斗宗强者 为您助阵 也难从鹰山老贼手中 夺回那菩提化体贤 不过 我摩颜谷 愿助颜潇先生一臂之力 不必了 这家伙也太嚣张了 先生 现在怎么办 先抢到菩提化体贤再说 至于他 言消 听我的便是 是 明知是有来无回 这帮人间还这么弱重 菩提化体贤这样的宝物 足够吸引他们冒险了 这老贼实力太过强悍 还是先找到我二哥 和苏芊大长老吧 我再不要见苏芊老头 他的花心脏 哥们我害惨了 有他们相助 到时候对战起来 会容易去到 哼 好 静静 你 怎么了 几位朋友 老夫是迦南学院的大长老苏芊 还请三位看在老夫的脖面上 将拍卖场上那是结果 大长老 您这话说的有些严重了 萧嫣 三弟 怎么 不认识了 竟是你这小子 白白让我们担心了一场 没办法 此前与摩炎谷发生过冲突 不想被他们认出身份 只好伪装一下了 免得无端引来麻烦 这位是 这位是我朋友 二哥叫他小姨先便好 小二哥 以他的性子竟会如此叫人 你这小子 跑去哪儿了 大长老莫怪 为了突破这窦黄 不得已逼关了一年 这不就耽搁了 你现在是窦黄了 侥幸而已 你这下子真是不认识了 你这老头竟然也跟来啦 你也突破之窦黄啊 都怪你这老头 害我只能一直是这副样子 要不是老夫 你现在可还化不了形啊 死老头 说正事要紧 子言 这位琥珀蜜香碗 你恐怕没闯过吧 我闯着 此次现身 是想请二哥与大长老 帮我夺回菩提话题先 你是萧门门主 萧门听你调钱 属下见过门主 都起来吧 非得得到那东西不可 我只为朋友 身怀恶难毒体 需要那东西救命 难怪如此年轻 便成了斗宗强者 原来是恶难毒体 没错 小一仙如今 只剩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若不想办法控制 等到毒体彻底爆发 只怕又会是一场悲剧 只要能得到菩提话题先 我就有办法 帮他彻底控制恶难毒体 嗯 斗琪大陆上 也曾出现过恶难毒体 但他们都没能摆脱 毒体爆发而亡的命运 没有一人能彻底控制 毕竟实力越强 爆发时就越难控制 大长老放心 只要能凑齐材料 我就有信心能做到 绝不会让小一仙走到哪一步 嗯 好 那便助你一臂之力 你们先回营地 做好接应准备 是 大长老 人越多越好 少安无躁 有老东西 有些古怪 嗯 嘴 八分 追 等等 他的气息 不对 奇怪 阴伤老人的气息正在迅速接近 我们就在这里做好伏击准备 哦 来了 跟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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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来 嗯 额 他的信息不对 没有斗宗强者那般纯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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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斗宗 鹰山老前辈 这么好 干嘛 追了这么急 老夫就陪你们玩玩 萧嫣小心 他的气息不对 分开追 原来方才是你在溃贷 竟还敢阻拦 老贼头 暴力不听话 你嫌如此乱串 不怕引来更多的人吗 看招 看招 几日你就陨落在此吧 叶奔 是浪 就这 你没事吧 没事 他身上没有菩提花体型 来 萧嫣 这四个人 都不是本体 这老家伙本体 竟然还藏着 果然减破啊 怎么样 找到了 那老贼还没走多远 萧嫣 子言 随我来 嗯 大长老 麻烦你盯着这里 我沿途会留下标记 等着分身消散 就立刻赶过来 就你们三人 现在还不知道 樱山老人和他的分身之间 究竟有何联系 所以还是谨慎点好 我们三人过去 应该足够了 万事小心 嗯 这家伙 究竟在耍什么花招 这帮家伙 哼 此地不宜久留 樱山老人哪 樱山老人 果然名不虚传哪 竟然能凝聚多具分身 真是让老夫意外啊 穆天行 他是怎么找回来的 哼 你在菩提画底弦上 做了手脚 我黑黄宗毅历黑脚鱼 这么多年 是吃素都不成 哼 这卑鄙的手段 不止一次了吧 老怪 你兵行险招 分身被消灭后 本体实力会削弱不少吧 本宗可以不与你动手 实相地 将菩提画体弦交出来吧 哼 交给你就能让老夫走 交出画体弦 本宗或许能留你全尸 不然 哼 莫天行 即便老夫不在巅峰状态 但你要将菩提画底弦夺回去 也没那么中心 那便试试看吧 魏克 别藏了 没想到真正的好戏在这边 在下差点就错过了 严肖先生果然心思缜密 竟也追到了这里 哪里哪里 比起莫宗主 我还差得远呢 哼 哼 严肖先生 那菩提画体弦本就属于你 我与你联手对付那英山老怪 届时菩提画体弦归你 老夫直取破宗丹 如何 严肖 那老东西竟然在菩提画体弦上做了手脚 你以为他真会拱手让人 郭总 你 严肖先生 老夫向你保证 只要拿到破宗丹 我黑黄宗绝对不沾染菩提画体弦 这两个老狐狸 都不能信 莫宗主 是 若真想联手 我摩颜谷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 是 摩颜谷的人 这下事情麻烦了 摩颜谷的诸位矫程倒是不慢 在下听闻 摩颜谷的谷主正在必死关 不知道这位又是何方高人 先生是我摩颜谷的贵客 倒是这位严肖先生 好不 应该称之为萧门主 萧门主 没错 这位便是萧门门主 萧颜 当年在黑角域可是风头无两哪 好 即便是精盈二老 也双双败与其手 萧门主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好 我现在是你